大冷的天,想吃汤圆,自己在家就能做,大馅的手工流行汤圆,婆婆说比买的都好吃 取200克水膜糯米粉,先加入80克开水烫面,再加入70克凉水,活成光滑面团备用 我们来制作馅料部分,30克熟芝麻,加入40克熟花生,放入破壁机里打碎 倒入碗中,加入30克白糖,40克猪油,30克蜂蜜,下手抓拌均匀 刚刚和好的馅料不成形,我们给它放到冰箱里冷冻,凝固成这样,团成7克左右的小圆球,我一共做了25个 做好,继续放冰箱冷冻,馅多少个,我们就把面分成多少个等份 包入冻好的馅料,一定记着旁边备一块湿毛巾,避免拿馅的时候把汤圆弄脏 提前烧水,水开下汤圆,用铲子轻轻汤底,等到汤圆完全浮起来就不用管了 放几粒枸杞点缀,再煮一到两分钟,好吃的汤圆制作完成